蔡總統任內第二份四年期國防 總檢討報告出爐 跟四年前相比 這一次加註了內容是迫使敵軍犯臺失敗 宣示國軍保家衛國的決心 而陸委會主委邱泰三 則是對於兩岸關係 拋出了建設性模糊的概念 並且強調九二共識在國內爭議很大 因此九二共識這個名詞 沒有辦法使用 臺海局勢未見降溫 跡象 但陸委會十八號釋出善意 宣布將開放中國大陸商務人士來臺 主委邱泰三更拋出兩岸 能否有建設性的模糊概念 不過外界關注建設性模糊 是否包含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在我們國內 都已經引發非常大的一個爭議 縱使是國民黨 他們內部也有不同的意見 所以這一次顯然已經沒有辦法 所謂用建設性的模糊來代替 面對共軍對臺威脅不減 國防部長邱國正日前喊話 面對敵人打多久就賠多久 邱泰三不只表達贊同 強調這句話可以激勵國軍 至於蔡總統任內第二份的四年期 國防總檢討報告 近日出爐 送交國會 內容揭露國軍未來要做些什麼 跟四年前相比 國軍秉持防衛固守 重臣嚇阻 但加助迫使敵犯台失敗 也宣誓戶圖決心 此外遠程打擊成為建軍目標之一 美方對臺出所長城防衛性武器 如何運用是一大考驗 共軍對臺展開灰色地帶衝突 包括軍機艦擾臺 用假訊息進行認知作戰 蘇貞認為朝向規模化 有系統的融媒體形式 散播不易分辨的假訊息 從內部分化民心 造成國內矛盾 對此國軍又有三大反制策略 包括科技工具 善用多媒體行速支持 以及持續國際宣傳 為了反制共軍洗腦 國軍也將聯合海巡應對衝突 分享情資 執行聯合情見證 蘇貞宇認為海巡處 可以成立航空隊 協助國軍進行海洋搜索 等低強度任務 共軍洗腦則交由國軍 出動戰機反制 記者黃前的朋友 主張國良台北報導